下牢 传法的弟子 黄年族一个人啊 李老师在台湾 红法四十年 传这个东西也只有我一个 我以后细细想想 这个法传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发扬广大 李老师传法的 大家晓得我们三个人 现在在台中 徐昕明居士 周嘉林居士 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弘扬 没有这个机遇 这个周居士 徐居士 始终没有离开台中啊 不想我在世界过地方去去去走啊 到处弘扬啊 成立金中学会 成立金中学会 这段事情 是黄老居士付头的 啊 老旧实义在告诉我 啊 老旧实义在告诉我 金中学会是 夏老师 一个大的 幸运 啊 这个名称提出来 但是 并没有落实 啊 希望我在海外 新落实 所以我们第一个金中学会 在加拿大成立的 在温哥华 我讲这个无量手机 啊 第一次真的宣讲 大家听了很欢喜 发心啊 成立金中学会 啊 第二个会 就是洋艺化的会 美国金中学会 啊 在桑尼威尔成立的 啊 那么现在我听说 美国跟加拿大有三十多个会 啊 昨天有一位李居士来看我 他从巴黎来 啊 他在巴黎住了十二年 他是新闻记者 现在退休了 在那里热心弘扬进土 啊 他准备在那边的 也成立一个佛教组织 我说 好了 你去见金中学会 好了 啊 在法国 在瑞士 啊 在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是西班牙已经有了 我说 你尽量在欧洲去发展 啊 昨天悟行斯在座 我叫悟行斯到欧洲去 啊 末发时期啊 只有这个法门能普渡众生啊 你们不相信 我相信啊 一直到佛法灭 佛说了 佛法灭尽了 无量寿经还留在这个世间一百年 无量寿经是什么本子呢 肯定是这个汇集本 啊 所以 夏劳居士往生的时候 告诉黄念祖 告诉大家这个同学们 他说 他的本子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 会传遍全世界 啊 当时 黄老就是他们听的时候 都感觉的莫名其妙 不可思议 啊 那个本子刚刚汇集没多少 在大陆上印的时候才 总共才印了三千本 怎么可能是海外根本就没有 怎么会能从海外传到中国来 啊 夏劳对于 这个世间种种变化 了如指掌啊 那哪里是普通人啊 啊 所以这个本子 是个黄老居士 带到台湾去的 啊 民国三十七八年的时候 带到台湾去的 啊 以后啊 把这个本子就交给 李老师 啊 李老师一看到这个本子 就生欢喜心 尤其是前面一篇长序 是他老师写的 这个恩情非常重啊 啊 本金第六品 这是最重要的一品 是三个人共同汇集的 啊 夏连剧老居士 没关系老居士 还有一位当时 通宗通宗通教的 汇民老后生 啊 他们三个人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专心汇集第六品 啊 这个第六品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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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 才完成啊 草稿完成 啊 三个人用三个月的时间 啊 所以李老师一看到这个本子 就欢喜啊 啊 就交给瑞臣数据 啊 印了一千本 啊 这最初印的就是这个本子 啊 那么以后呢 又印这个 呃 用 再用牌子 签字牌子 字笔这个小 这个本子我都有 那个那个本子印了两千本 所以在台湾总共就三千本 啊 流通量少啊 啊 见到的人不多 啊 我们这几年在外面 弘扬 为什么 刚刚弘扬 没有人批评 现在来批评了 弘扬了十几年再批评了 你们想想 批评的人用意何在 啊 这我不说你们就晓得了 啊 把我们弘法立生的根跑掉啊 我们的根在此里 这是我们的根嘛 这个本子要是摧毁了 我们的根就拔掉了 我们这些沈修学四十年弘法 才连根拔掉 厉害呀 所以我们自己同学要无知 你帮忙他们来拔根 你们将来鼓抱 知不知道啊 这个金 祝福胡念 龙天善神守护 啊 今天在中国大陆 受持这一部经典的时候 人数太多太多了 啊 年全世界各个地方 啊 祸起来 我盖略的古迹 受持这个金的至少有三亿人 啊 布施 祝福胡念 龙天善神拥护 诸位要晓得 十年 不可能有这个成就啊 我们自己想象不到啊 我们自己当年出来的时候 哎 能有十万个人 啊 受持我们就很满足了 啊 哪里敢想这么多 不敢想象啊 所以从 你看看 呃 从我自己讲经 你们常常跟到我的 你能够看到 我讲任何一部经典 法缘没有讲这个金殊胜 啊 讲这个金的听众法缘呢 比讲其他一切金 加一倍都不止 这你们大家看到的 啊 如果自己在信心体会 我们讲这个金讲堂 那个磁场跟讲其他金堂 不一样 啊 坐在那个讲堂啊 特别能生欢喜心 啊 这个不是祝福 胡念 龙天善神守护 不可能产生这种气象啊 啊 所以我们对佛有信心 对师臣有信心 我们下来的声音 来自带走 我们下来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来的声音